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4號倉戶 今天來說說總是在流淚的炎柱悲憫與行民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角色時 覺得他非常的奇怪 粗獷的外表之下 卻總是在流淚 在動畫當中 他流淚的次數 足足快要追上愛哭鬼善意 但是 在之後的劇情才了解 他不僅實力異常的強大 更有感人肺腑的故事 雖然今天這部影片有點長 不過我還是希望觀眾朋友能看到最後 因為越後面越精彩 那因為涉及劇透 請斟酌觀看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被命與行民 在成為鬼殺隊見識之前 是一個住在寺廟 收養無依無靠孤兒的善良少年 大家彼此互相扶持 就像是一個美好的家庭一樣 行民聽著所有小孩快樂的笑聲 本以為這樣幸福的生活 能夠一直持續下去 直到出現了一個自私貪婪的小孩 快樂 他到處偷取錢財 最後遭到驅逐出世 在快樂離開的路上 遇上了傳說中會吃人的惡鬼 為了自保的快樂 願意告訴鬼 有更多小孩的寺廟 他還將悲憫語 每晚為了驅鬼 而點燃的紫藤花香爐 熄滅 當失明的悲憫語了解情況時 已經有四名小孩倒握血潑當中 其他三個小孩並不指望看不見 又瘦弱的悲憫語 而是自行選擇逃離寺廟 最終只剩下年紀最小的沙袋 躲在自己的身後 行明想要守護家人的心 遠遠大於第一次遇上惡鬼的恐懼 拼死揮動著拳頭 力量大到連鬼都來不及重生 就這樣持續到了天亮 惡鬼隨即煙消雲散 當大人們感到時 僅僅看見滿地小孩的屍體 以及雙手攔血的少年 這個如同看過地獄的小女孩 驚嚇過度地說著 這對於總是細心呵護千代的行明來說 拼死守護的唯一家人 卻認為自己是個怪物 對於人性再也不信任的行明 將被處死的時候 被現任鬼殺隊主公 藏屋夫要塞所救下 從那個溫柔口氣當中說出的 我知道你是為人而戰 你並不是殺人兇手 這才讓行明 從痛苦的深淵解放出來 當他知曉了自己與生俱來的強大力量 以及回報主公的救命之恩 擁有全鬼殺隊最強體能的他 使用著常人難以鍛鍊的炎之呼吸 經歷過如同修羅般鍛鍊之下 揮動巨大的戰斧與鐵球 在19歲那年成為了鬼殺隊 最強階級的柱 在某次日常的出軌任務當中 救下了一對姊妹 也就是香奈慧愚人 兩人經歷過親眼 看著雙親被鬼殺死 善良熱心的他們 在之後也說著想要成為鬼殺隊見識 因為姊妹兩人 不想要其他人 也承受這樣悲痛欲絕的感受 但是行明在過去 為拯救孩童獲出生命 最終卻被只認為殺人兇手 差點被處刑 對於小孩那樣滿口謊言 與自私自利的行為 感到絕望與不信任 不過這對蝴蝶姐妹就算滿身是傷 也堅決要成為鬼殺隊的決心 讓行明完全改觀 並且介紹了裴育師給了他們 這裡我就來補充漫畫沒有的原作內容 其實行明雖然看不見 卻有著細膩的心思 總是默默觀察其他的柱 因為感覺著忍和義勇說話時都很開心 甚至察覺到密尼 與小巴內似乎互相喜歡 接下來就來說說其他柱 對於卑民宇的看法與評價 讓觀眾能夠更了解所有柱的眼中 行明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義勇、忍與實迷都認為行明 不管是個性與能力 都非常讓人值得尊敬 吳宇良覺得卑民宇先生就像一隻熊一樣 順帶一提他對於所有人的形容詞都是用動物代替 殷祝天元認為第一次見到比自己高大的傢伙 並且還稱讚著行明真的很強 總是開朗的姓獸狼覺得 卑民宇強大的體格真讓人羨慕 能輕鬆揮動如此大的武器 真的很厲害 那卑民宇行明為什麼總是在哭泣呢? 那是因為他的類型異常的發達 就算看著路邊的老奶奶 牽著小女孩的手也會流淚 不過我個人認為 當他斬殺惡鬼的時候 只要想到消滅的鬼 曾經是有著家庭且活生生的人類 這些都是扎扎實實的生命 因此才流著淚痛下殺手 這都是行明成為第二名愛哭鬼的原因 行明在鬼殺隊當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總是個性衝動脾氣火爆的不死川時迷 也只願意聽命於主公與行明 當時迷與義勇將要發生衝突時 行明雙手一合震撼在場的所有柱 並且也將同樣擁有火爆個性的懸迷 收成祭祀 能讓這對兄弟聽話的 也只有唯一實力最強的 卑美與行明 主公慘無福對他也極其信任 當預測到無產會發現鬼殺隊總部 主公僅僅將這個消息告訴行明 希望把已經重病多年 將死的自己當作誘餌 希望行明能夠斬下無產的頭 因為假如是其他柱 可能不會答應自己的犧牲 最終甚至用了拜託這個詞 委託了行明 因為如同巨猿般沉穩的個性 才被主公選為執行重要的秘密任務 直到那一天的來臨 主公宅地的爆炸 震碎了鬼殺隊 寧靜的夜晚 已經病入高荒的主公 犧牲了自己與妻兒 使用大量的炸藥 帶給無產嚴重的傷害 那個熊熊烈火當中 獨自站立的身影 就是所有鬼的源頭 鬼無石無產 當諸氏小姐將他牢牢控制住的時候 行明內心是最為痛苦的 世界上唯一了解自己的恩人 選擇犧牲自己 明明已經知道 卻無法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他穿越過火牆 帶著悲傷與憎恨 迅速揮出鐵球 立刻就將無產的頭擊碎成肉將 所有發生的一切 與主公料想到的一模一樣 鬼王的唯一落點就是陽光 無產的頭立刻再生 所有的柱也在主公的安排下 同時抵達 當像是落入無產的圈套一樣 所有鬼殺隊劍士 都被傳送到無限層當中 當行明不斷尋找無產的路上 遇見了與上賢之一交戰的 慈迷、懸迷以及烏伊朗 一人一鬼都背負著最強的守衛 上賢之一黑死某露出微笑 從未見過鍛鍊到極致的肉體 行明一如既往從不多說 鐵球直接飛向惡鬼 同時直出戰斧繞到身後 將要斬下惡鬼的頭 吸收大量陽光所製成的鋼鐵鎖鏈 也圍繞著在惡鬼身旁 無處可逃 但就算行一流水的劍技 還是無法消滅上賢之一 此時行明了解 如果不使出權力 就無法抵達無產的所在地 主攻漁人 還有其他劍士的犧牲 就白費了 他當即立斷 使出本來要留到對付無產的邦文狀態 黑死魔說 只要開啟邦文 就會在25歲時 猶如燭火燃燒到了盡頭 你過去數年舍命鍛鍊的完美肉體 都將會消失 將在今天上身的你 難道不會覺得可惜嗎 炎柱早已知曉 命在旦夕 人總會有死去的一天 不拿刀奔上戰場 也會被鬼迫害而亡 假如貪生怕死 根本沒有成為柱的資格 黑死魔說的這些話 如同荊棘刺痛柱的尊嚴 這是第一次看見沉穩的行明 如此的憤怒 當世人與上賢之一 如同巔峰的精彩戰鬥 所有柱都進入了通透世界 行明在腦海當中 也看金鬼的每寸肌肉 當無魚狼舍身將刀刺進鬼的腹中 以及刺下黑死魔頭髮 與刀的玄迷 兩人牢牢限制住鬼的行動 當終於有機會斬下鬼頭時 上賢之一全身上下長出刀刃 發出的斬擊將無魚狼與玄迷切成一半 垂死的兩人 還是用盡一施力氣 製造出數百年來 難得唯一能消滅上賢之一的機會 行明與石迷 終於將鬼的頭斬下時 這次惡鬼卻開始止血 行明說 不要停下攻擊 絕對不能白白浪費石頭 與玄迷的生命 在兩人不斷的攻擊之下 終於將無法再生的上賢之一消滅 這裡其實是黑死魔自願死去的 不過鬼殺隊並不知曉其中的原因 所以我才會說 上賢之一被消滅 看著自己的記者 玄迷 他即時知曉自己已經不久於人世 還是在擔心哥哥的安危 以及那個最年輕 同事住的後輩 安息吧 我們將會打倒無產 並在另一個世界相見 當創造無限層的鬼 名女消失之後 所有人都被傳送回地面 並且與無產開始了最終的決戰 不過一瞬間 所有人都被擊飛 甚至失去了手腳 陷入昏厥的行明 被玉死狼治療之後 再次醒了過來 發現為了躲避陽光的無產 使用漏斃包覆自己 這個如同巨嬰的妖怪 將要躲到陰影下時 行明用盡最後的力量 將這個可恨自己的惡鬼 固定在太陽下 在所有人帶著重傷 拼命攻擊之下 鬼屋死無產 終於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當鬼殺隊與影的隊員 前來治療行明 他已經知曉自己因為斑文 無法活過今日 要求不要再浪費藥 與時間在自己的身上 於是行明默默沒了呼吸 突然看見鄙視的那一端 有著那個悲傷夜晚 被鬼襲擊的孩子 他們想要好好的向行明老師道歉 當時知道老師的眼睛看不見 為了尋找武器 與向大人求救 絕對不是自私的逃跑 更不是不相信失明看不見的行明 他們每一個都哭著道歉說著 最喜歡老師了 才一直在黃泉路上等著老師 大家牽著行明的手 一起前往了另一個世界 行明終於解開一生執著的誤會 花了一輩子守護他人 終於可以好好安息了 悲鳴與行明在鬼面之間當中 是一個超越其他住最強的存在 所有的鬼殺隊見識都非常尊敬與崇拜 從19歲至27歲 這身為住的8年時間 拯救無數人類 當中包含蝴蝶姐妹 以及斬殺無數惡鬼 始終抱持著堅定的精神力 以及沉穩的性格 他為了保護人類的決心 無人可以動搖 炎柱所到之處 絕對看不見惡鬼的痕跡 這就是鬼殺隊最強的 炎柱悲鳴與行明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假如你也喜歡悲鳴與行明 歡迎幫我按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